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造成当下各方对台海局势充满担忧 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两岸时事评论员江明钦 朱松岭 为你带来全面解析 台劳动部门近日发函给各人力银行 宣称台湾半导体人才近年受大陆挖角 人才严重流失 因此要求不得刊登企业招募人员 赴大陆就业的职区信息 为者将被处以重罚 这一执政令就能挡下台湾人才西进的脚步吗 两岸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朱松岭 为你带来深入解读 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发表的执政百日演讲中 强调自己继承了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国家 然而他关于对我们的民主最严重的攻击的说法 却在美国社交媒体上遭到严厉批评 这反映了美国社会当下的什么问题 与此同时 卸任数月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抛出 将再度参选总统的说法 又有着怎样的考量 时事评论员郭献刚 由独家观察 海峡新感谢两看世界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我是陈恒南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会晤用酒 扶毛叫酒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盼盼食品赞助播出 盼盼食品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 我们首先来关注 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 近日再度发表谋独挑衅言论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4月30号应询时表示 吴钊燮等台独顽固分子颠倒黑白 混淆视听口出狂言不自量力 再次表明他们的谋独挑衅 是危害台海和平的根源 马晓光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从未分割也不容分割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国家强大民族复兴 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 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无法阻挡的 吴钊燮颠倒黑白 混淆视听口出狂言不自量力 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 及台独分裂势力 甘当反华势力棋子 制造两岸对抗的卑劣伎俩 再次表明他们的谋独挑衅 是危害台海和平的根源 我们正告吴钊燮等台独顽固分子 大陆方面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的决心和意志 坚定不移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严惩 正义审判可能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解放军军机在台湾海空域 以常态化巡航 台湾媒体持续紧盯炒作 青绿媒体自由时报援引 台湾西南空域脸书粉丝专页 4月30号的消息称 当天上午 解放军军机多批次快速机及慢速机 5度进入台湾西南方向空域 高度为3000到7700米 台空军照例升空警戒 并进行所谓广播驱离 台湾媒体称 上午9时48分左右 在台军对解放军军机 进行所谓广播驱离后 解放军军机也针对台军广播回抢 依稀可辨识出 这里都是中国等语句 报道还指出 当天同时在台西南方向空域现身的 还有美国海军 两架P-8A反潜巡逻机 两架KC-135空中加油机 一架RC-135侦察机 以及疑似一架MQ-4C无人机 再来看台湾方面的消息 岛内第一艘4000吨级巡防舰 加一舰4月29号下水 蔡英文主持交传仪式时 又老调重弹 吹嘘了一通台湾的舰艇自造 宣称展现了所谓的防务自主的决心 然而蔡英文的漂亮化却被台军军心换散的现实打脸 近三年来 宁愿赔钱提前退伍的台军基层军事官 多达了793人 台湾首艘4000吨级巡防舰 加一舰23号举行交传仪式 据台媒报道 加一舰实际排水量为5044吨 续航力为1万海里 舰上配备2.75英寸口径火箭炮 20毫米机炮等 战争时可做平站转换 另有设成120米高压水炮 无人飞行载具等 而当天同时下水的第二艘海巡巡防舰 则被命名为新主舰 蔡英文表示 该舰艇上搭载的系统性能同样坚实 宣称台湾防务能力又往前迈进一步 随着加一舰的交船投入训练 成军以及后续的新主舰等相关舰案的落实 未来海巡头人在实行各项勤务上 都能更有力量 也更加的安全 今年起台海巡舰艇闲策册新增台湾的字样 会陆续完成涂装 蔡英文就此大肆鼓吹 此举可展现所谓捍卫台湾的决心 从今年开始我们在海巡舰艇的悬测 新增了台湾的字样 展现矜持训练捍卫决心 上个月台美双方也签署了设立海巡工作小组 了解被网路 全体的海巡同仁可以说是身负重任 蔡英文时刻不忘吹嘘所谓台美合作 加紧于美方的军事勾连 据台美报道 台空军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基地 进行训练的21中队F-16战机 近日将陆续分批飞回台湾 进行性能提升 而为了维持在美国的飞行训练 台空军将派出以完成性能提升的F-16V战机 从台湾地区直接飞往美国 台美对此高调吹嘘 这是所谓台美军事合作的又一新突破 如果你看它整个的功能配备 确实就如同媒体所说的 就护鱼或者是巡逻 或者保护渔民 它的作用是足够的 因为配备了火炮 但是如果你要说在海上 要跟这个专门具有战斗能力的舰艇 来驳火或者是交战的话 那显然不够 你的火炮的射程 跟别人所用的飞弹 不可以道理计 你的火炮还没打出去 那飞弹已经过来了 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一艘加一舰的作用 巡护 巡逻跟保护 比方说如果蔡英文这次宣誓的是 对于来自于菲律宾 越南或者日本 这有些官方的舰艇 经常欺负台湾的渔民 那有这个作用 这个所谓的加一舰出现的话 对台湾渔民的保护跟巡逻 有重大的海上秩序为伍的话 坦白说 这也不为过 不是吗 但如果现在还是转向 认为说我对于中国大陆 我现在有自己制造这个军舰的能力 加上F-16可以飞往美国 进行所谓的军事合作 那他表示他可以更有效来对抗大陆的话 那这个就是用现代化年轻人的话来说 叫歪楼了 就那个主题都偏调了 那个军作用基本上不大 另外就是空军的F-16飞到美国 是不是代表台美之间有军事合作 我觉得这言之过早 过去有类似这样的行为 在陈文秉时期也有 什么时候去呢 就是这个飞机呢 有若干的状况要修复 台湾的零件没有 或者是台湾的技术 技术能力不够 飞过去了也有 或者是飞行员派到那里去受训 再飞回来也都有 所以这称不上军事合作 只能称之为军售的售后服务而已 尽管民进党当局大肆鼓吹 所谓台美关系与军事合作升级 但台军兵力不足 人心涣散却是不争的事实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 近三年来 宁愿赔钱提前退伍的台湾基层军事官 多达793人 其中以台空军人数最多 这与台防务部门对外宣传的 军校招生与募兵都达标 招生率100%的说法产生了强烈的反差 台湾空军前副司令 台军退役中将张延廷分析称 台湾军官提前退伍由三大原因导致 一是目前台空军压力比较大 任务吃紧 第二台湾军机失事频率太高 第三则是台军军队文化 军队管理有问题 而对于民进党上台以来 不断对抗大陆 升高两岸对立 恶化两岸关系 党内各界深感焦虑忧心 清律的台湾梅利岛电子报 4月29号公布最新民调 其结果显示 对于两岸最终难免有军事战争 这一观点 受访民众表示不认同者 达到近几年相对低点的54.2% 同一次看法的 则来到相对高点的39.6% 与此同时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渲染当前台海紧张局势的报道 也引发台湾舆论高度关注 4月30号 多家台媒报道了经济学人最新一期封面文章的警告 该文章以所谓地球最危险之地来形容台湾地区 有党内网友称 这就是民进党施政的后果 民众承担 2024年大家要继续承担吗 台湾人的命也是命 请珍惜手中的选票 也有台湾网友认为 那些外媒都在睁眼说瞎话 今天两岸会变成这样 还不是美国去支持台湾某一个烂党 而且这个政党还是满嘴谎言 骗东骗西 弃压善良百姓 一天到晚呛声大怒 要怪就要怪美国 为什么要支持这种烂党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于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相关话题 接下来我们要来联系 东南卫视北京演播室 我们要请教在那里的 时事评论员朱松岭先生 朱先生您好 我们要和您共同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最新的民调显示 台湾民众认为两岸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 比例较以往是升高的 那么同时最新一期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 也表示说台湾是现在最危险的地区 那么造成当下各方对于台海局势 充满担忧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请教您 应该说随着岛内台独势力的甚嚣沉上 尤其是岛内台独势力和国际上的反华势力 勾结在一起 依美抗路 以武俱统等等这样一些做法 确实一方面激怒了大陆的民众 另外一方面也使得大陆的军机巡航 包括大陆的军事准备进一步的加强 应该说大陆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大政方针 但是绝不会对台独势力的甚嚣沉上 绝不会对外来势力的强烈的干涉 放之认之 而会采取非和平的方式予以解决 所以说随着岛内台独势力的这样的一种进一步的挑衅 应该说两岸之间的紧张趋势进一步的增加 这就会使得岛内的民众确实也意识到 如果说台独势力继续玩火的话 很可能会走向自焚 继续走下去的话 很可能会导致两岸之间以非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两岸之间的业已存在多年的政治对立 另外一方面 近期确实无论是国际格局上的一些变化 两岸关系上的一些变化 以及岛内政局上的一些变化 确实也使得诸多方面认为台湾岛内 包括台湾海峡日益成为整个西太平安沿岸 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一个地区 原因在于第一 目前两岸局势相对来说非常的紧张 台湾当局不断的把大陆进一步的敌对化 尤其是对一些法案的修改 把大陆列为所谓的敌对的一方 那么这就会使得两岸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政治关系 越来越紧张 会使得越来越难以预测 两岸之间的冲突恐怕让很多人表示担忧 第二点就是自从民进党上台以来 尤其是蔡英文第二任期执政以来 应该说台湾岛内的这样的一种政治结构 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 也就是绿升蓝降的这种局面 日益的增加 尤其是民进党在执政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推行绿色恐怖 使得岛内主张统一的这样的一些力量 包括主张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些力量 基本上都禁若寒蝉 话不敢多说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已经使得岛内的政治环境也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由于这样几个方面的一些原因都促使着大家认为 那么当前这样一个阶段里边 台湾海峡已经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应该说这样一个阶段里边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其始作俑者 其最根本的根源 就是民进党当局对于两岸关系的挑衅 民进党当局妄图趁火打劫 那么这种做法 如果说一旦产生了一些问题以后 民进党当局会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好 感谢朱先生的分析点评 我们再来关注 台湾半导体人才近年来积极西进到大陆进行发展 那么对此 台劳动部门近日发函给主营人才中介业务的个人力银行 要求不得刊登企业招募人员付大陆就业的职缺信息 并要求全面进行下架 违者将会遭到严惩 用手机登陆党内人力银行网站 目前还能选择大陆方面的职缺进行浏览 但很快这些选项都将消失不见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劳动部门日前发函给各人力银行声称 近年受中美科技站影响 大陆半导体产业积极挖角 建立自主供应链 台湾半导体研发人才呈锁定目标 台行政机构在4月还召开了 所谓研商防治人才挖角会议 要求人力终结业者将就业地点 涉及大陆者先行下架 据悉党内104人力银行 1111人力银行及S123求职网证实 已收到台劳动部门发来的公函 据悉台劳动部门 近日与台经济部门台陆委会等开会 认定即使受雇在台湾公司外派 值大陆值缺也不得刊登广告 为者最重可罚50万元新台币 而人力银行猎头公司 如果协助企业招募人员附入就业 则最重可处罚500万元新台币 岛内S123求职网指出 该网站约有200多个与大陆相关的值缺 目前已全数下架 另外的部分是只有经过台湾企业 经过投审会许可去投资大陆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大陆企业 他如果要找这个台湾的民去这边大陆地区就业的话 他可以做一个刊登的广告 台劳动部门该新规定一经曝光 引来岛内网友振振斥则声 低心还不准民众跑 可悲 心思给不起还锁人 真是笑死 果然用意识形态锁倒了 通通留在台湾领低心 不准跑走 笑死了 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罗志强 则将这一规定 笑称为蔡英文给台湾民众送上的劳动节大礼 他表示 蔡英文没本事留下人才 就干脆禁止民众去大陆求职 台湾年轻人仍然低心穷忙 现在连外出打拼的机会都被剥夺 民进党疯了 他当然增加了很多的障碍 对于要找工作人来讲 我今天上人力银行 再也看不到 所有的人力银行的真才的广告 台湾的主要的这些企业 他在征求人才再也看不到 直接征求人才赴大陆工作的内容 对于要有心想去大陆工作人来讲 在人力银行上面 看不到媒合的广告 这件事情当然是会有影响的 现在针对这样一个所谓的人力银行 所寄出来的规定 并不是说台湾人 台湾的民众就不可以赴大陆工作 不是 因为台湾的所谓的宪法 它里面有一个条文 就是人民有居住迁徙工作的自由 或者我要在哪里工作 这个是人民的基本的工作权的保障 这个是政府不能够禁止的 但是它对于通路的部分 在资讯的通路的部分来讲 让原本畅通的资讯 它把它阻断 尤其特别是跟半导体资讯 这些有关的产业还要加重处罚 所以它是有策略性的 有针对性的 民进党当局为了防止所谓人才外流 一直以来用了各种手段 威吓惩罚到大陆求学或就业的台胞 甚至威胁要取消健保护级待遇等 但是他们这样的索导政策 根本无法挡住台湾人才吸进的脚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选择用脚投票 不断掀起西近登陆的热潮 大陆不仅自身经济强劲 发展潜力巨大 为了吸引人才 还出台了相当多的政策措施 给予台湾同胞同等待遇 比如汇集台起台胞的31条措施 26条措施 11条措施等 越来越多的台湾优秀人才意识到 大陆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是他们实现抱负 放手打拼的圆梦平台 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连线 东南卫视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朱松岭先生 朱先生你好 我们要和您继续岛内话题的探讨 台劳动部门近日发函给个人力银行 要求不得去刊登企业招募人员付大陆就业的职缺信息 但是另外一个我们一直都在关注的数据就是 台湾的人才还有年轻一代 西近大陆发展的人数是在逐年的升高的 好 这两相对比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请教您 这一方面说明大陆对于台湾岛内的这些青年 以及其他劳动力的这种吸引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岛内的很多的就业人口 基本上把大陆作为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就业地点 尤其是疫情爆发以来 大陆因为对于疫情控制的相对的比较好 而且在控制疫情之下有序地恢复了生产 现在大陆的生产很多方面应该说已经完全的恢复了正常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岛内的越来越多的人呢意识到 祖国大陆呢才是这个具有充满升级和活力 而且呢未来是充满自己希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展地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这个台资啊 也开始赴大陆来这个进行投资 那么这一点呢 一方面说明岛内目前由于存在的各种方面的一些这个压力啊 存在的各种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使得岛内产业空洞化的问题 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问题呢 促使这样的一些岛内的人才外流到大陆来啊 这个寻找新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 台湾当局对于这个岛内人才外流 岛内民众啊 日益的离开台湾到大陆来发展的一种担忧 这个呢 首先是说明啊 这个台湾岛内的这个目前的相关当局啊 对于处理这个就业的相关问题啊 确实束手无策 他们呢 一方面呢 对于这个这样的一些人到大陆来就业啊 等等 这个表示各种各样的一些恐吓啊 或者说一些误导啊 希望他们不要到大陆来 还是要留在岛内 另外一方面呢 也确实向岛内的相关的一些机构啊 施加压力 让他们啊 不释放相关的一些信息 使得岛内的这个相关的就业人员呢 得不到大陆就业的信息啊 使得他们啊 这个在台湾当局的误导 保持下呢 继续留在岛内啊 而不能到大陆来这个生存和发展 所以这些 这些方面看得出来啊 目前岛内 这个人力资源就业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压力 同时啊 也表明出来 这个目前台湾当局 对于无法解决相关问题的这个一种无奈 好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点评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平北召集人赵映光的儿子赵介佑 涉嫌贩毒被羁押境界 赵介佑被其底过去曾有多项前科 还是黑帮组织成员 却能活跃于民进党的活动之中 并且与多位民进党内高层人士过从甚密 30号晚间 赵映光发布声明 宣布辞去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平议委员会召集人一职 赵介佑是赵映光的儿子 也是民进党党员 却被警方标记为黑帮组织北联邦成员 台媒的报道指出 赵介佑平时作风狠辣 其团伙内部有人想要退出 却被他打断腿 2020年赵介佑因涉嫌欺詐案被捕 在法院裁准积押觐件不久 就马上拿到积押亭笔录 怂中发现有告密者出卖他 事后还到台北市警察局北投分局问罪 之后台刑事单位在调查中发现 赵介佑除涉嫌经营诈骗集团 还教唆手下外送毒品 因此4月20号 赵介佑等4名涉案人员逮捕到案 在主犯陈文宇家中 查获了600多包新兴毒品毒咖啡包 在赵介佑家中查获了毒品 K他命 不仅如此 赵介佑还被揪出三年前 在台北市北投警察分局随意借题犯人 赵介佑他们对于北投分局有某种不可知的神秘的力量 尽管赵介佑有诸多前科 却能活跃在有民进党要诀出现的活动中 站在蔡办政策顾问黄成国的身后 旁边还有台内部门主管徐国勇 不难看出赵介佑的地位不低 甚至他还被蔡英文聘为台北市竞选总部顾问 赵介佑涉毒丑闻爆出后 民进党内不少人便急忙撇清关系 就怕这把火往自己身上烧 我再次重生 我跟他并不熟悉 我的朋友是他的父亲 不是赵介佑 我也不认识这个赵介佑 完全不认识 到了现场 每个人都在那边照相 完全跟他没有任何牵扯 只不过是他来找我照相的那张相片 其实在某个程度 就是在释放讯息 我背后有大人 黄成国是顾问 那这方面的人脉的深度广度 只有他最清楚 此案也引发民进党高层震怒 并明示要开闸 4月29号当天 民进党连发两份声明 要求台北市党部迅速完成除名处分 提案请我们的评议委员会 针对我们赵姓党员的一些言行 以及对我们的党的名誉所做的影响 作为最严厉的除名处分 那这个案子来讲这个赵介佑这个已经开除 所以还算是明快 那问题是 这个可能没有办法除得了根 所以我们 这个已爆开的当然你要处理 不要说他 连这个立委 现任立委或现任一些议员 恐怕也都会面临同样的这种处分 那不管怎样讲 就是说没有爆开的 什么时候会爆开都不知道 所以民进党这个时候应该好好去注意一下 所谓党纪的一个整次 民进党没有打算处于这个事情 这个只是这个因为比较小咖 所以就被开除了 对此有党内网友在相关新闻下留言讽刺 有史以来最强政兆 民进党党政 民进党的党政真好用 有绿色金钟兆 绿色铁不扇 党政无敌 为什么民进党的党政 民进党的党代表这么好用 我可能也要去办一项 你像是护身符 标工程也需要 混帮派也需要 卖毒品也需要 民进党说分数不拘 只要有战功 他就能够鸡犬升天 也就是说在民进党执政之下 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 凌驾于专业 凌驾于治安 凌驾于安和乐利 那我还是问同样的问题 老百姓让民进党拥有权力 在台湾是要让他们为所欲为 还是原来以为民进党 可以让台湾的民众 安和乐利过得更好 结果反击道而行 民进党的执政 只是把台湾民众的善良 和这个权力的借用 当作是政治提款机 用好用盲 用好用盲 我想一件一件的事情 都会让台湾的民众 再次看清楚 所以从这里来看 如果民进党的 这个前民代 李俊玉说 只开除一个赵介 意义不大 我也同意 因为他只是 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甚至万分之一的一个人而已 冰山的一角 他只是告诉你 冰山有更大的地方 但问题是 冰山的一角 如果你真的要做处理 要做溶解 或者要切除的话 那后面更大块的 你要怎么办 你惹得起吗 这个情况很像 苏仁昌跟参委 面对台铁的改革的时候一样 大家都知道说台铁要改革 但是没有人敢去动它 为什么 势力非常庞大 当政治正确就是 胜选选票 大于各种专业 甚至人民的时候 所有的改革都是空的 都是假的 从台铁的改革 到我们看到黑帮分子 到警察局去闹事 当民进党对于他自己的党员 闹事党员 这个开除与否 手输两端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所谓的民粹 跟政治正确 对台湾这块土地的伤害 在某个程度上 是寄深且聚的 所以台湾的民众 在某个程度上 自己要有某个程度的觉醒 因为唯有如此 才能够自求多福 减少自己所受的伤害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关注新闻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陈何南 我们再来关注新闻 新党党主席 吴承点4月30号上午 率领党内同仁赴台陆委会 要求尽快开放两岸小三通 让台湾经济再住活水 包括岛内蓝天行动联盟 两岸婚姻交流协会 金门乡亲代表 及大陆配偶代表等 军道场声援 我们就是要大声急估 要求我们的陆委会 要求我们的蔡政府 紧速拿出具体的措施 新党主席吴承点指出 民进党当局上台后 对内搞所谓仇中抗中宣传 对外与美国联手 进行所谓反中 一年多前 因为新冠疫情还发生口罩事件 及小明事件 后来完全没沟通 就片面取消金门马祖 与福建的小三通 更禁止大陆居民来台 导致大陆驻台机构和企业人员 至今不能轮换 陆生无法赴台就学 这种种的限制与不变 都是台行政机构 及台陆委会所规定 而台陆委会主委 邱代三声称 两岸关系要春暖花开 首先就需要提出具体作为 新党主席吴承典强调 既然民进党当局不开门 那新党就率领群众到台陆委会门口 用敲锣的方式 要求台陆委会开门 新党发言人陈丽玲则表示 台湾的经济看似活络 但其实大部分依靠大陆 如有变量 根本不堪一击 他们奉劝邱太三 就不要装睡 打假球 嘴上说两岸关系要春暖花开 实际上却拿不出任何具体作为 新党也呼吁台陆委会 现在要跨部门整合 取消交流限制 承认大陆疫苗 这样台湾的经济 才能再注入活水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新闻继续 欢迎回来 摄影视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是陈和南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发表了 他上任后的首次国会演讲 对他就职100天内的成绩进行了回顾 并表示美国已经重新运转起来 不过拜登的演讲却遭到了其前任特朗普的大肆抨击 当地时间4月29号 特朗普接受专访时批评拜登正在破坏美国 并且确认他将再次参选总统 4月29号是美国总统拜登就职百日 在此前一天的国会演讲中 拜登自称给美国民众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外交政策方面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 是他对华政策的表态 拜登表示 美国欢迎来自中国的竞争 也不会发生冲突 但美国一定会保证美国利益 关于拜登任内的对外关系 美国一个名叫陈坚咨询的公司 日前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 数据显示 在拜登上任以来的近100天里 多数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盟友国家 对美国的态度有所改善 只有中国和韩国是例外 由于这是拜登担任总统以来 首次在国会发表演讲 无疑受到各方关注 然而他在演讲中 关于对我们的民主最严重的攻击的说法 却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 遭到众多网友的严厉批评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 拜登似乎是在说1月6号 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一事 这次的冲击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还滋生了抢劫等行为 但仍有不少网友提醒拜登 美国还发生过911等更加糟糕的事情 拜登的这次国会演讲 还遭到他的老对手特朗普的攻击 当地时间4月29号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时表示 成千上万的无证移民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水平涌入美国 而拜登政府绝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他们 并称这正在破坏美国 另外特朗普也指责拜登在疫苗开发上 没有承认他的成就 并自夸是疫苗之父 在这次的采访中 特朗普也透露 自己百分之百考虑再次参选总统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是可能的竞选搭档人选之一 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东南卫视北京演播室 我们要请教在那里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 郭先生你好 我们要和您共同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发表的执政百日演讲中 强调了自己继承了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国家 然而他关于对于我们的民主最严重的攻击的这样一个说法 却是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遭到了一些网友的严厉批评 这样的情况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 并且拜登酝酿的那些加税新的基建政策 都还能顺利的推行下去吗 拜登在这个演讲中提出他接手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美国 他这样讲其实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讲的这个危机主要是指着美国的体制制度出现了危机 美国的种族歧视成了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美国两党对峙越来越严重 社会撕裂程度也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1月6号在国会暴徒冲击国会 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而且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也不承认大选的这个结果 而且美国两党在各种议题上也是各坚持各的 这个毫无妥协的这个一种可能 因此呢美国的这种体制呢陷入了危机之中 拜登指的是这种情况 之所以这些媒体和一些这个网友这样批评拜登呢 我想呢这都是拜登的这个对立面 或者说民主党的对立面 他们实际上是不论拜登怎么讲 他们都会起来反对的 这也恰恰说明了美国社会所面临的危机是很严重的 那么至于说拜登提出的这个减税和大规模的基建项目 能不能够顺利进行 我个人认为呢 虽然拜登提出这些建议这些举措 是应对美国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措施 比如说征税 他的这个征税主要是增加富人的税 美国社会现在他的这个财政非常的紧张 那么特朗普时期给这个富人减了税 这使这个联邦政府的收入减少 因此拜登上台以后要增加这个富人的税收 这也是符合美国的这个实际情况的 此外呢 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 也是美国现在所需要的 因为美国的很多基础设施都已经老化了 那么现在拜登提出来这个搞基础设施建设 一方面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 同时呢 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这也是解决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危机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但是呢 尽管他的这些举措是美国社会所需要的 但是呢 由于美国两党对立非常严峻 那么他的这些举措 在国会中能不能够顺利通过 是一个大的问题 因此呢 我想拜登的计划虽然很好 但是要想过参议院共和党这关 我觉得是很难的 因此呢 他的这个计划能否真正实施 或者是能不能按照他的原意 原计划百分之百的去推行 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大的疑问的 那很明显 拜登在这场演讲中 依旧试图拿对华竞争来作为其执政的一种挡箭牌 而美国的一家咨询公司的民调数据则是显示 拜登上任以来 许多国家特别是盟友国家 对美国的态度是有所改善的 但是中国和韩国是例外 我们想请教您 您如何去看待拜登政府对华政策 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影响 拜登上台以后呢 在对华政策方面呢 他呢 这个说了很多强硬的话 他说这些强硬的话 一个方面 他是为了堵住共和党的口 因为共和党认为拜登对中国软弱 因此呢 他不想给他们留下这样的把柄 第二个呢 他推行所有的政策 比如说刺激经济的计划 扶持美国高科技的发展 他都打的 这个要和中国竞争 要防止中国赶上来的这样的一个借口 因此呢 出于这样的考虑 他对华政策 在口头上 他也表现得要十分强硬 但实际上 拜登的对华政策和特朗普 还是有所区别的 拜登上台以后呢 首先他提出了 和中国能合作的地方 还是要尽量合作 一些分歧 该管控的要管控 那么一些冲突 美国也不惧怕 那么这就说明呢 他承认和中国在一些领域中 有合作的面 他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呢 是十分矛盾的 一方面和中国要合作 另一方面又把中国描述出一个 对美国威胁最大的竞争者 这样就使他的对华政策 出现了两面性 这种两面性呢 对于中美两国之间 扩大合作面 缩小摩擦面 是不利的 因此呢 我个人认为随着拜登政府 这个入主白宫 时间延续开来 那么他的对华政策 必须进行调整 否则的话 和中国在很多问题上的合作 是无法真正深入下去的 那么和中国的这些合作 无法真正深入下去 那么不仅对中国不利 对美国也是不利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拜登的对华政策 我想在未来 他还是需要进行一些调整的 好 谢谢郭先生的分析点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探讨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先感谢 就特朗普确认 将会再次参选总统的相关话题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连线 东南卫视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郭贤刚先生 郭先生 我们要和您就特朗普的相关话题 进行探讨 特朗普确认 2024年将会再度的去参选美国总统 并且透露 现任的佛罗里达州州长 罗恩·德桑蒂斯 可能就会成为他的竞选搭档 那么特朗普这么早就抛出了竞选意愿 是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 同时刚刚我们提到的 他的这次的竞选搭档 又有怎样的独到之处呢 请教您 特朗普终于宣布他要竞选下一届美国总统 之所以在观望了几个月之后才做出这样的宣布 我想主要是由于他通过拜登上台100天来 他进行观察 发现共和党内并没有一个出色的人 或者名气大的人能够取而代之 取代特朗普的在共和党的这种老大的位置 没有 这是一 第二呢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刚刚下台的时候 面临国会的弹劾 共和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支持对他进行弹劾 因此他需要观察 共和党是不是绝大部分都会反对他 那么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评估 他认为共和党绝大大部分还是站在他一边的 因此呢 给了他信心 因此呢 他宣布他要这个下一届的竞选 他要参加 那么至于说他为什么会这个选择 佛罗里达州长 罗恩作为他的竞选搭档呢 因为罗恩目前来看 在共和党内 在这个人气方面 名望方面 仅仅是赐予特朗普处于第二的地位 因此呢 特朗普要这个强强联合 此外呢 一点呢 就是在特朗普看来 佛罗里达州长罗恩呢 在共和党的这些州长中呢 是最能干的一个人 执行力也很强 因此呢 这个特朗普呢 现在就宣布 罗恩是将来他的竞选搭档 好 谢谢郭先生的分析点评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其他新闻 目前 全球新冠疫情形势 依旧援峻 尤其是印度的确诊病例数 正以触目惊心的速度激增着 据印度卫生部门 4月30号的最新通报 过去24小时内 印度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超过38万例 累计确诊病例 超过了1876万例 而累计死亡病例 已突破20万例 面对不断激增的感染和死亡病例 印度的医疗系统和火葬场已多日不堪重负 由于火葬场和墓园空间不足 一些死者被运往在公园和停车场内 临时设置的火葬场 还有一些死者则被集体火化 随着病例激增 印度医用氧气呼吸机等医疗资源告急 再加上变异新冠病毒不断蔓延 抗疫形势不容乐观 我认为火葬场已被集体火 但他們在醫院 他們沒有得到正確的治療 因為缺乏水果 缺乏飲食 缺乏飲食 人們會死亡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日前援引世界衛生組織首席科學家 蘇米亞·斯瓦米納坦的話報導稱 一項基於抗體檢測的國家調查顯示 印度當前報告的新冠肺炎確診和死亡病例數被嚴重低估 實際感染人數可能比官方報告的數字還要高出20到30倍 除了印度之外 全球的疫情形勢也依舊嚴峻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4月29日發布的估測數據顯示 截至今年3月 約有35%的美國人已經感染過新冠肺炎 美國疾控中心估計 從去年2月到今年3月 美國已有1.146億人感染新冠病毒 其中約9710萬人出現相關症狀 約560萬人因此接受住院治療 這意味著 美國的總感染人數可能是官方發布數據的4倍 想要了解更多更豐富的兩岸資訊 您還可以掃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維碼 關注海峽新幹線在今日頭條開設的官方帳號 掃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維碼 關注海峽新幹線微信公眾號 東南衛視台海資訊在節目365天 在您直擊新聞現場 歡迎您鎖定每天五間播出的海峽舞報 和每天晚間播出的海峽新幹線 獲取更多英視頻資訊 請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下載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官方客戶端海峽TV 今天的海峽新幹線就是這樣了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